还不满意 在家四号 全款 这是个被老天爷开过光的小孩 幸运的简直无法解释 九岁那年的美术客 阿芳无意中打翻墨汁 怕老师发现他企图用袖子擦干 但这都被老师看在眼里 当老师拿起画指那一刻停住了 次日阿芳站在领奖台 那张画竟然被他擦成了一幅精美的山水画 老师和校长为他加油 他也俨然成了台下小迷妹的偶像 英语比赛他啥也不会 只能用橡皮来丢ABCD 没任何意外 领奖台上那个人还是他 数学考试小方直接破罐破摔 教了白卷 没想到 还能这么玩 他以为长大后这种性命就可以打破 但没想到老天爷却变本加厉 中彩票一买就买四五套房的大妈 就连向羽打个车 所有出租车也都只停在他一人跟前 去喝酒他站在桌上痛斥这些酒肉朋友 但这却被朋友认为是真性情 没用的他怎么做都逃不开老天爷的惩罚 当下留人 阿芳这超能力简直离谱 他自己还不想要 不想要的话请分给我啊 总而言之 这部创意广告整理不错 唯独最后广告出现的优点稿 就不给你们看了哈 那本期就到这里咯 我是老娜 关注吧 每天讲故事给你听哦 这部创意广告出现的优点 这部创意广告出现的优点